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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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又到原来中医 这个节目时间 之前几集我们有讲过气功 又讲过小儿自闭症 今次 又讲讲一些特别一点的东西 我们日常生活 每天都要 就是吃东西 Tracy 其实你平时 吃东西多不多 多一天都要吃东西 但是我想问 吃东西会不会有些 药线的东西可以帮助我 我见你皮肤光光滑滑 癌痘都不多粒 是否可能你母亲 有空煮一些汤水 有的 经常有的 女士们一定要有汤水 那你母亲煮的汤水 有没有什么药材 有时候加些瘦肉 有的 什么药心 几枝算不算 那些都是的 那些其实都是的 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题目 我们这个题目就是 食疗与药善 这个题目有时很多人都会问 问我 究竟食疗与药善有没有关係 我都会回答他们的 还有他们说 究竟什么时候吃什么好 又想吃什么东西 尤其是四龟 女士们更加知道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 请我们这位嘉宾 李博士 李博士 我想他吃的时间 一定吃得多 真的 李博士今天身体强壮 你看皮肤多多 是的 我虽然说今天和黄小姐和姚医师一起讨论食疗与药善 但因为我是基于中医原则 去和大家讨论食疗与药善 有些就不吻合我个人的饮食习惯 因为我自小都是食素的 所以我特别声明先 不要紧 不过观众我想他们有兴趣 都可以知道究竟 什么叫做药善 我们常听到有些人说药善 或者有些人食疗 其实来源和有没有分别 药善是用药物和食物作为原料 经过烹饪加工 就制成了一种有食疗作用 善食就称为药善 明白 其实是否真的分得很清楚 其实我们现在 你知道现在我们有时说 煮些现在夏天 常常煮些烧书 有些人用冬瓜 有些人用冬瓜 有些人加瘦了下去 有些人喜欢加些北企党参 其实这些都是药善或者食疗 严格来说药善和食疗的关係 就是药善是食物加药物 就是一种含有药物成分的善食 使到苦口的药物就变成了微微的佳咬 这个叫药善 食疗就是研究养生保健 防病治病 延年益秀的一门学科 食疗就不需要加任何药物的 药善是在传统食疗的基础上面 进一步就将食物和药物互相结合 运用了传统的饮食烹调技术 和现代加工方法 就制成了色香味型都很好 具有养生防病治疗 康复和益秀延年功效 原来是这样 药善的来源又是怎样的? 博士 你知中国人也有五千年历史 中国有五千年历史 药善大约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 已经存在了 不是春秋战国时代始创 不过它那个定型是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 因为药善是中国菜当中的独具特色 是吗? 我们中国人也喜欢吃中国菜多些 是的 只不过我们又不知道吃什么就好 你知道有分开广东菜 又不知北京菜上海菜 荣州菜 是的 其实我想无论你用什么食药也好 药善也好 其实都是根据不同地方的人用不同的食物和药善加密 关不关于它的天气是否有不同呢? 不同的地域 虽然同一个国家 但是不同地域 它们的食物包括药善在内都有不同的 那当中会有些什么特点呢? 药善特点第一就是治疗疾病 尤其是慢性病 第二点就是药善亦都可以用来预防疾病 李博士 刚才讲到我们有不同的菜式和不同的地域 其实我们生活在南方 你觉得我们譬如在南方人 吃北方的药善的时候 会否又不对呢? 根据我们南方人是湿湿热热 可否反过来 例如我是哪裏的人 拿着吃对方的食物可以吗? 有时候可以的 其实最主要是药善主要是分季节 春夏秋冬不同 男人吃北菜 北人吃南菜 这个都不是问题 基本上我想都是说 会否说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这样问呢? 我见到有些人 譬如说 他们在湖南下来很喜欢吃辣食物 但下来香港 我见到他们说 吃了一两年左右 他们说不吃得那么多辣 这个是正常的 是吗? 因为由于地方的水土和气候不同 所以吃开辣的北方人 他都不会喜欢以前那一套饮食的习惯 因为水土和气候都会影响他的饮食习惯 明白 是是是 其实说到水土那些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 我们吃的东西里面 有没有什么特别 有没有什么原则 要根据一下 有没有说 什么体质的人 又会吃哪些东西好些呢? 刚才在说天气 或者有些是说可能 食物本身 你知道我们喜欢分开 食物里面的寒热温良 四气五味 其实有没有一个应用的原则 所谓的药线和食疗呢? 药线的应用原则基本上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药线疗法 不能够代替药物疗法 是是是是 因为药线呢 可以说要来到区除疾病的 那见效快 但是呢 他那个药物的治疗呢 就是因为他主要是用药物 他没有食物在那里 那见效快 他那个重点是医病的 但是药线呢 就要来做养生防病 是 是 见效就很慢的 是 因为他重点就是养生防病 是 那大体来说呢 他这个药线的原则呢 可以分为五点的 是是是 那第一点呢 就因人而异了 是 那要根据体质 是 是 那便别善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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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长者呢 就多数 肝腎不足 嗯 那用药呢 就不 应该是 混造 孕妇就 恐防 动了胎气 所以 就 不适宜用 活血滑利 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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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用家最好 就先请 请教中医师 明白 才好选用 这些 一切一切 要做 药膳 是 第二点呢 就因时而矣 因应天气变化 用寒就软寒 用热就软热 它意思就是 采用寒涼药物的时候 就应该要避开冷天 嗯 嗯 嗯 那即是其实 药膳也有分 对啊 对啊 采用瘟 瘟药物的时候 应该要避开冷天 嗯 针对人 是的 第三点呢 就因地而易 地处潮湿 饮食 多数 溫醋新辣 地处寒凉 饮食多数 热 而 这个滋利 处于南方的广东 饮食 多数 微重金淡 嗯 那 第四点呢 就是 恩正用善 就是 中医广告是 辨证私自的 嗯 嗯 比如说 血规用家 多数选用 补血食物 比如说 花生 大草 之类 恩虚者 多数选用 杞子 百合 麦东 等等 因正用料 才可以 發揮 若善的 保健作用 第五点 也就是最后一点 適量服用 持之以行 用料 过多就有害 不够 就无效 所以饮食有节 就是首要养生的保健原则 即是分量都很重要 是的 是的 您知道 我们现在家庭主婦 是的 煲汤水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没有看分量 喜欢一堆 原谅得多又是重味一点 这个就是 主要他们是一种习惯作用 不足效法 是的 而且我知道 有些药本身 反而 反而 依法又不同 好像是北企 如果是一两以下 就可以补气 升体 这样 超过一两之后 功效又利水 消肿又不同 所以其实主婦 应该都留意 要清楚 是的 因为 他们很多时在家庭主婦 是 就连家庭医生做了 是的 他们想着 我都 我都这么多年了 是的 这么多年了 我们都喝汤 吃饭都多 你什么都不懂 所以有时好像 那些人说 喝了一些汤水 可能发觉 突然间不舒服 都未定就是这个原因 是这个原因 是这个是主因 我想问问 其实 刚才你说说到 因人而义 有些人要用药线 因为我看到 我常常听到 有些人咳 有空 吃鱷鱼肉 煮一下汤 是 是烤喘的那些 有些人不行 吃了一条鱷鱼都不行 是 没错 因为它体质不适应 看质不同 是的 是的 这个真的要留意 如果吃鱷鱼肉 用来医酵喘 是有条件的 是 是 因为鱷鱼肉 是很燥热的 是的 如果体质虚寒的人 吃鱷鱷鱼肉 用来医酵喘或医咳 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 但是如果本身 它是草而底的人士 不论男女老友 吃鱷鱷鱼肉 用来医酵喘或咳嗽 就不单止无效 而且病上加病 是吧 所以就是 有这样的原因 要对症下药 整条鱷鱷鱼把喉都不行 是的 所以 各位观众 真的留意一下 因为 你是李博士的心得 不可以 乱乱吃其他东西 是的 如果不就浪费了 是的 那李博士 除了这些之外 我知道中医 我刚才提出 中医又有四气 五味 中医来说 四气是否寒热溫良 是的 这些是否真的 每一个食物都有一个属性 是的 你刚才说 好像我遇到的边均 是的 是的 其实来说 这个原则在我们中医 运用在药线 食疗 或者医病 是否都是很重要 是的 这是必然的 是的 那 其实有些观众也看得多 其实寒是否真是很冷 手脚冰冬那些是否真是寒底 这个理论上就是说 四肢冰冷 尤其是在冷天的时候 就算是 它没有一些暖气 就是因为它先天不足 或者是后天失调 或者是两种原因 是 是 热 真的很热 温是凉 凉 凉可能相对来说 可能没有寒那么厉害 是吗 是 温凉 是 但在食物来说 我想它都有分开这些情况 应该都 是 有分怎样去治愈 是 是 因为一年四季 就春温夏季 秋草 冬寒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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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不分季节 这样的时候 就吃了都没有亿 反而有害 反而有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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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中医 很多时候就说 今季的病 可能是上一季大陆来 都未受到的 是吗 因为我也是 我也是一个中医师 不过现在没有李博士 是的 肌肉 不敢当 比如好像听到春天 为什么一些人容易 发烧 又容易吐 就是因为 它冬天 我们不断吃一些 瘟热一点的东西 可能韭菜 羊肉 吃很多 身体里面 积聚热在里面 到春天来的时候 我们身体不要 开始 万物向荣 推出来了 推出来的时候 很多时候 春天又常常生菲脂 濕疹 很多人都会出来了 就是因为 身体里面的东西不要 是 根据大自然 环境来的时候 万物向荣 向上升 那些人就推出来 但有些人 就很喜欢吃酸辣汤 是的 酸是修炼的 一出一入不行的时候 人就会发烧 嘔 就是这样的情况 有些根据 对 所以 奉劝主君不要乱 吃酸辣汤 酸辣的食物 以不接触为家 因为人体质不同 所以很容易中焦 是 是 的物件来的 适宜冬天进步 如果在夏天那里 吃了它 那就热上加热 热上加热 所以就臭了 是 很容易令人患上热病 甚至都热中风 明白 哦 这样 先讲热 我知道中院里面 又有分开 不同的颜色 都会主宰不同的食物 是吗 是的 因为我知道 中医的五行 青色和肝有关 红色和深 黄色和脾胃 白色和肺 黑色和肾都有关 所以 为什么人们说 你好像面黄黄 催事 没有 其实面黄黄 可能脾胃真的不好 因为脾胎属于皮肚 脾血不好的时候 因为脾胎属于皮肤 就要吃点黄色 吃点黄色是吧 吃点黄色有点帮助 这是原因之一 是 因为中国医学 三四千年来 其实人体 以肾为主 所以 如果吃了一些对肾有害的食物 很多问题都会出现 是吗 但是白色的食物 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到很寒凉 如果你肾脏不太健康的人 吃了很多寒凉的东西 更加伤阳气 对了 伤肾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吃些黑豆 或者红豆 黑豆是黑色的 红豆是红色的 但是红豆 严格来说 吃了都不会伤神 花生虽然不是黑色 但吃了都不会伤神 严格来说 花生都是保神的 它不一定是黑色 我看见那些人吃完之后 夜尿都少了 对 花生吗 是的 还有就是 韭菜虽然不是黑色 韭菜是绿色的 有些韭菜是黄绿色的 有些韭菜是黄色的 但无论如何 韭菜都是保神的 其实这个我想 都是关乎食物的属性 是的 没错 不是一定颜色 不是一定颜色 整体来说 有些人说 嘩 吃点白色杏仁 因为白色又肺精 所以皮肤更漂亮 这些都是有些根据 但未必是完全的 是吧 杏仁是很肺的 是的 但是 原来杏仁是有毒的 所以 分开南不幸 是的 没错 如果你是不幸 苦行人 他们要小心 是吗 因为他是有毒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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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食不单是无益 而且有害 嗯 其实 在中医来说 这是我们特别 中医有的一种 理论 西医真的没有 是的 是 所以 为何我有这样提出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人们来的时候 我们看病 看一看他的样子 大概都知道 他有时有些什么病 譬如那些肾病的人 真是连黑黑 一些光彩都没有 是的 光病又会面黄 是的 所以这些真的要留意一点 那我还有一点想问一下 因为其实中医 其实 刚才你说的 季节都有分开食物 那些 是吗 春天跟肝有关 是吗 那春天应该是否 都是吃一些 带酸的东西 帮助一些 帮好一些 无论如何都好 以小食 小饮为家 是 是 酸奶亦都尽量避免好 明白 夏天就比较 因为 跟火有关 是的 那吃一些东西 比较 很温和的东西 苦翻车少 等那些火干回来 嗯嗯嗯嗯 这个苦瓜 又叫梁瓜 又叫君子瓜 它虽然很苦 但是跟它一起煲的食物呢 它都不会将它的虎 黏了过来 嗯嗯 所谓又称为君子瓜 君子瓜 是的 哦 那 我们知道 夏天 这个时候差不多是长夏了 嗯嗯 我知道 脾胃不好的人 有时吃些什么 就萎些什么 这个时候是最濕的 是吗 呃 为何会有这麽情况呢 嗯嗯 就因为呢 它的脾胃虚寒 嗯 不能够将食物消化 消化 所以就是 那些食物呢 就走了入腸胃那里 嗯 就原装地排斥出来 是 即是好像旅行一次那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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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饮食呢 就对身体没有好处 是 真的不是很好啊 又去到秋天 秋天我知道很多人 是 躁咳的 又经常咳咳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都会吃一些 比较云废一点 是 是 是 嗯 所以呢 比如说 西洋心 太子心 党心 葡萝丁 配膳就最好的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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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选用这个 莲子 霍香 绿豆 紫苏叶 薄荷 又配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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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了 嗯 好好好 那我们呢 跟李博士聊了这么久 是 那下半个人回来 再跟李博士 讲讲有些什么 吃了 寒热啊 热啊 好啊 好 向你诚意推荐 I Read I Read 是什么你 I Read 是一个公共出版服务 公共出版服务 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 网民等等 将他们的书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 发成电子书 令到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 观看电子书内容 这个就是I Read 吹事 有回来了 是 上半部分 李博士讲了给我们听很多 一些弱线 什么叫弱线 是 有什么应用原则 有什么 原来弱线 和一些天气 环境 不同的体质 有关系的 尤其那条鲁鱼 你不要吃那么多 你吃得多 因为炒热 你越吃越咳 是 下千台时 不知为何咳得很重要 是吗 你待会可能要找李博士 看看 是的 我也是这样想 今天下半部分 我们问一问李博士 有哪些食物 属于韩性的食物 即偏韩的食物 韩粮的 你知我们普通人 如果是家庭主婦 出去买 我们都不知道 哪些是韩粮的食物 或者举例少少 家教观众应该多买 是的 一般来说 如果是蔬菜 一般人都认为是韩粮的 是 当有一些例外 比如说 菠菜 就不可以说它是韩粮 是 菠菜都是属于寶 属于寶 是的 是 其实我们经常听到 人家说 吃西瓜 苦瓜 都是偏粮的 有些人说咳 不吃香蕉 西洋菜 是实韩的 和大白菜 其实这些 都是韩粮的食物 西洋菜 本身都是韩粮的 但是 如果西洋菜 混合蜜糖 来混合 煲汤 菜蜜好 它又可以止咳 这是指什么咳 李博士 指热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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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还有些人说 马蹄都是寒粮 对 马蹄都是寒粮的 马蹄都是寒粮的 但是如果你是 醋热咳 你喝点马蹄汁 它就可以止咳 不是 它可以止咳 不是咳得更重要 但是如果醋热咳 比如你吃腰果 可能会咳得更严重 因为腰果就很补 就是属于醋热的 是的 哦 这样的情况 香蕉其实也咳过 有些人说 感冒的时候咳 叫中医师不要叫人吃香蕉 香蕉是一种很有益 很有实际价值的农作物 它这种很奇怪的就是 香蕉不适合什么人 就是体质太弱 比如烤喘和韩吉的人 是不适宜吃香蕉的 如果不是韩底 不是烤喘的人 吃香蕉大致来说 不会有问题 尤其是喜欢吃肉的人 应该多吃香蕉 多吃香蕉 是的 因为它可以过滤一部分脂肪 我要记住要记住 所以多吃香蕉 所以多吃香蕉 是 因为食育人士来说 好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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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 各位工作 多吃香蕉 如果你真的想烤一下烤脂 是的 可以烤脂 哦 但是李博士 其实我问你 其实很多人 如果我们出去吃饭 紫菜汤又喝 紫菜汤又偏寒 紫菜也是偏寒一些 紫菜汤又喝 其实有些竹笋 那些 其实 蘆笋 这些都是偏凉的 是的 偏凉的 其实这些小食应该没有什么受害 小食不会有问题 是的 还有怕着寒凉 会不会加多一片姜 或者煮汤煮久 会不会更好 有时候的汤 尤其是菜汤 你担心它太寒凉的时候 可以加几片果皮 嗯 菜汤也可以这样 或者一加十粒八粒 胡椒粒 胡椒粒也可以 胡椒粒也可以 没错 好好好 但是刚才那些是偏寒一些 是 如果是凉一些 凉性的食物 为什么这样问 有些人真的不知道 当然严格来说 不是分得很清楚 是的 但是譬如说 我们空心菜 就是通菜 番茄 或者绿豆芽 这些 都是比较凉一些 不是不太寒的 这些 因为通菜 我见到 有些人 我们吃通菜 招丝腐雨通菜 是的 我经常听食家说 其实因为通菜 是比较偏寒凉 所以它用招丝 转匀 都是这样的根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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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根据 绿豆芽 其实是寒凉的 是属于阴菜 对吧 因為它沒有種植過 沒有陽光照射過 發芽出來比較寒涼一點 都是比較偏寒涼一點 是 講完涼一點 你問時有沒有一些比較溫熱的食物 即是是否比較靜氣溫熱一點 溫熱一點的時候 會不會是塞沒有了一點 或是過涼又不是 正氣的食物有很多 譬如說紅蘿蔔也是吃的正氣 但有些人又說 青紅蘿蔔的湯吃真的會咳嗽 有量 紅蘿蔔就不會自咳嗽 但是很多人誤會白蘿蔔 俗稱蘿蔔 嚴格來說 尤其是北方人 他用蘿蔔 即是白蘿蔔 炸汁原來都可以止咳 是是是 為何呢 李博士 因為可能是體質的問題 北方人很喜歡用蘿蔔汁 蘿蔔汁來止咳 大蒜就止不了咳嗽 但蘿蔔汁反而可以止咳嗽 止咳嗽 我們南方人食其實都是看體質 如果真的有些人吃了蘿蔔汁可能都會好些 會咳嗽好些還是甚麼 會咳嗽 未必會惡化 不過這個收效沒有北方人那麼大 沒有北方人那麼好 其實可能南方人和北方人的體質分別 是呀沒錯 水又好像有點不同 是 天氣不同 也有分別 是 另外我知道你們的博士 到冬天秋天 我們就開始進補 是 其實有沒有哪些食物 是屬於瘟疫的食物 可以告訴觀眾 讓他們留意哪些可以吃到身體 是呀 譬如我知道羊肉一定是瘟疫 是呀 是呀 羊肉 剛才說小茴香 肉桂 韭菜 這些都是屬於瘟疫的 是呀沒錯 是 其實這些來講 我知道這些瘟疫 其實跟辣的食物有沒有分別 就瘟疫接近辣 但是沒有辣那麼霸道 如果你是喜歡秋天若善 不妨用竹生雞湯都可以 都可以是嗎 雞本身是否有少少溫醋 是 沒錯 一有竹生便可以 平衡回去 平衡回去 但是很多時候你秋天應該要注意到你那些菜 例如絲瓜 紅蘿蔔 蓮藕 木耳 淮山 尤其是新鮮的淮山 雪梨 蟹 蟹 蟹 其實 你要人去做菜都很好的 是 是 其實 我知道雖然現在 都是剩下的時間 其實現在 有沒有說哪些可以 即是說 開始吃定些 等到秋天沒有那麼容易病 李博士維 你知道李博士 秋天來到的時候 個個都好像 乾咳 其實夏天 剛才我講 保定先 因為夏季病 是金桂打下去 這個時候是否 都是吃少些煎炸東西好些 夏季夏天 就是天氣炎熱 就汗多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吃了的營養物質 就跟著排汗 是 流汗排了出來 變了損失了一部份 因為 凡是出汗多 就會體力消耗 比其他季節大很多 所以如果你是善於 可以挑選一些進補的藥線 就可以增強體質 甚至抗病延年 比如黨參、福齡、白術、盧筍 這些都可以做食療藥線 因為我知道現在很多人 在淮山補脾胃 很多人現在街市有些新鮮的淮山 買回來其實也有些幫助 你博士 對 因為淮山本身 我知道有些人容易肚餓 吃了之後就沒有那麼容易肚餓 令到脾胃又好些 精神些 必然的 這個淮山是健脾開胃的 當然有一種食物 除了香蕉一年四季都有之外 還有一種食物 蘋果也是 又是一年四季 你都見到它 但是如果你是脾胃虛寒 就這樣吃蘋果 批了皮 吃蘋果肉 就很容易輻射 蘋果皮有些功效 如果你連皮吃完 就不會輻射 但是你便秘的人士 千萬不要吃蘋果皮 因為你吃了蘋果皮的便秘人士 就更加深了 惡化了便秘的情況 是嚴重了 即便秘就不要吃皮了 是的 要謹記住 絕對便秘人士 不能吃蘋果皮 哦 所以 都是不好 如果沒有什麼必要 都是剝蘋果皮 都是剝皮 沒錯 其實是這樣 你沒事嗎 我聽到中醫來說 我們有說過 弱食同源這個說法 是 其實真的有這個說法 是嗎 對 或者說了怎樣是弱食同源 會不會說 剛才說過弱腺 和食療 大家其實都是同一個來源 說同一樣東西 吃的時候 如果是吃得對的時候 對身體有幫助 養生防病 都是 對 對 這個就是 可以說得 我們中華民族 是固有最獨特的 這個傳統的養生觀念 是嗎 因為無論是 衣食同源或者藥食同源 都是 因為 很多時候 它那個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 藥是由藥物食物和調味料三者 精製而成 所以這個 都是我們中國人長久以來的 一種特殊養生的概念 當然 但什麼都好 適可而止 不可以過兩 沒錯 如果 吃得過多 就不單止沒有益 而且是有害的 是嗎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是 即是多吃壞肚皮 是嗎 是嗎 人都要吃兩 嗯 那 某事剛才說的有這麼多 我想大家 觀眾 都想考考一下 少少觀眾 某問他們 是不是不理什麼季節 藥膳都可以隨便吃 你某事 是嗎 應該就不可以了 不可以 是嗎 最好就能夠分 春夏秋冬 是 是 因應季節而 這個 進行藥膳 其實藥膳 是有 保益的作用 但是 不同的季節 就有不同的進補的方式 不同的進補的食物 是 都不同 即四季藥膳都有不同的材料 是 沒錯 那還有藥膳 是不是不像一般菜牛 那樣 還有一些藥物配合 應該是嗎 對 會是怎樣配呢 是 那樣就 因季節而不同 而且形式式的 送菜都有很多種的 是 比如我們 講開 春天的藥膳 譬如說是 九幾 元貝湯 你便下些 當歸 九幾 黃旗 麥東 西陽芯 是 還有乾元貝 即俗稱 乾元柱 是 乾元柱 不過乾元柱 分量要用多些 是 可以用六兩至半斤 半斤就是八兩 明白 還有蘿蔔,雞胸骨一副,加少許鹽 它的功效是保肝、潤肺、預防高血壓和動脈硬化 這是春天的? 夏天的若善,例如蘆蠢排骨湯,夏季天氣炎熱、汗多 剛才提及過排汗多便消耗體力 所以比其他季節更大 所以一定要小心進補,就可以增強體質,甚至抗病延年 湯廟用檔心、福寧、白術、甘草、蘆筍、排骨大約半斤 鹽一小撮等等 它的功效是燒鼠、益氣、健脾、開胃 秋天的若善又不同 例如竹生雞湯,因為秋天煮醋氣,最容易是雙胰瓶 所以應該時食具有養胰作用的蔬果 例如蘇瓜、紅蘿蔔、蓮藕、木耳,無論是黑木耳或白木耳都可以 淮山最好是新鮮的淮山 那黑木耳和白木耳有否特別分別? 嚴格來說,如果體質虛寒不太適宜用黑木耳 體質虛寒應該用黑木耳比較安全 如果這個甘蔬,無論是榨汁來說,體質虛寒人士不適宜喝生榨的蔬汁 但你燉熱,體質虛寒人士喝了燉熱的蔬汁,對身體都有膩膩 是,但你也聽到蔬汁有些人說吃了之後,比較濕 其實它濕的意思是蔬汁偏甜一點,皮胃不好的時候容易生痰 如果你燉過它或煮過它,或者你將竹蔬斬開結結,放進去煮湯 那些竹蔬滲出來的蔬汁的份量不太多 你任何體質的人士喝過這些蔬汁,對身體都有滋補作用 我想問,如果蔬汁炸了才會燉熱,和我整支拿去燉熱,有否分別? 沒有分別,原格來說沒有分別 只不過飲用的方式不同,過程不同 其實它的功效完全一樣,但記住不要喝生冷蔬汁 這個很重要 不過普通,我們都想吃生冷蔬汁,因為夏天吃雪糕,又有很多肚子 照我所知,夏天,無論吃雪糕或冰凍的飲品 對脾胃都有害而無益 相當的東西都是對身體無益 所以傷了脾胃 對,傷了脾胃是很麻煩的 因為你到秋天、冬天的時候 就知道有甚麼事 例如我,我經常肚餓,我不聽你說,我經常這樣吃 秋天有甚麼事發生 那是否秋天的時候,通常甚麼病都發生出來 沒有錯,因為如果你腸胃不妥 你吃甚麼,都要脾胃出來便很麻煩 自己覺得亦很浪費食物 所以夏天儘量避免寒涼 太過冰凍,食物飲品都不適宜 冬季的藥膳,我要補充一下 首烏八寶雞湯最好 因為韓是冬季的煮氣 在藏府來說屬於神 韓是陰邪,很容易傷陽氣 冬季保抑藥善,只在散寒邪,溫神陽 所以八寶湯包括當歸,熟地,村宮 八寶湯很多女性都喝 白灼,黨參,白術,復寧,甘草 另外加些荷手烏,苟杞,黑草 如果純粹煲水或煲湯劑,沒有問題 但如果作為藥膳,可以加一隻烏雞 烏雞大約三斤蟲,豬骨半斤,鹽少量 米酒大約一茶匙,胡椒粒幾粒 功效是調補氣血 適應症是長期噴血,臉色偉黃,頭雲卷胎 四肢冰冷都很適合 冬季就很適合 因為我見到你剛才有酒 其實平時我們喝少許酒 都令對人的氣運行是否都好些 其實我所說的酒,這些是中國的 米酒 米酒 是米酒 九關信徵那些 沒錯,就不是烈酒 就要記住烈酒 無論在任何季節都不適宜 因為烈酒不單止傷肝 所有內臟都影響 心肝皮肺腎,膽胃大小腸全部破壞 所以烈酒一滴都不可以喝 除此之外,要配合藥膳 要謹記住不可以吸煙 不可以吸煙,不可以吃太多 因為凡是飲食過量,都會傷害健康 尤其是傷害腸胃 這樣便影響到五臟六腹 明白 博士是否一天吃三餐 一天只可以吃一餐是藥膳 會否是這個意思呢 這個最好 因為藥膳吃太多 過補 過補一定起了反效果 明白 即每天都還可以吃一餐 是 是 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進行藥膳 但是藥膳只是一種 是一種食療 可有可無 如果你能夠做得到 是未嘗不可的 兩年做得到當然是最好 當然 其實 為何我們今天講的整個節目 講藥膳、食療 其實基本上都歸納少少 其實各位觀眾 藥膳就看情況 不可以亂吃 是 不人過量 沒錯 還有看人的體質 如果你是偏熱的 你吃一些瘟熱的東西 吃完之後 爆了暗瘡 全身都不舒服 還有不同的時間 吃不同的東西 氣候 或者我們有時去北方吃的東西 又不同 南海吃的東西又不同 其實這些 很多時候 都是我們未必 普通人知道 但如果真的想知道 怎樣去用藥膳 食療去幫助身體 最好是問問醫師 對 這個是非常重要 好 因為你請教你認為 是靠得住的 醫師 這個就是最好 你就不要自己 好 好 這件事 最重要是 不要當自己是 醫師 最好問回 通天曉 甚麼都行 明白 這件事最重要 是 這件事最重要 今天真的很多謝李博士 跟我們講藥膳食療 下次又找你講其他 多謝 好 多謝各位觀眾 多謝